这个数字很多人说看了之后也觉得好离谱 太夸张了吧 因为这是台湾电磁辐射协会在最近 特殊有许多非常知名的品牌手机 就发现有一个功能就是APP上面 如果你使用这个手机上网用这个LINE 它所产生这个电磁波 你所看到如果一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标出大概5到6万倍这么多的电磁波出现了 而且你如果用了越久的话 危险会越大 怎么样伤身体呢 你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昏啊或者失眠的现象 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赶紧建议大家 您最好是下载之后在电脑当中来使用 不过一听到这个消息 很多民众说 哎这数字真的是好夸张 也真的好可怕 听到声音反射动作 立刻拿起手机查看讯息 智慧行手机实弹免费通讯apps 人人爱人际关系就靠他 一听到手机叮咚声 立刻熟练的拿起来滑啊滑 这个你再熟悉不够的动作 你有想过讯息接通的瞬间 它的电磁波可是平常的舞蹈 六万倍吗 台湾电磁辐射协会实际测试 市面上多款智慧型手机 使用通讯软体LINE 手机待机时 电磁波每平方公尺只有一微瓦 但上网使用LINE收发讯息 电磁波瞬间飙高 最高高达六万微瓦 是待机时的六万倍 你如果说几十倍或几百倍 我大概觉得好像还蛮合理 可是到六万倍 离谱的啦 有点吓人 如果可以减少尽量减少 测试数字 有的民众惊讶 有的搬心搬疑 在电磁波下 假如你产生倦怀疲劳 头晕耳鸣失眠头痛等症状 你可能患有电磁波敏感症 属于胎癌高危险群 WHO就是已经把电磁波 列为2V的致癌物 在长期的影响值来讲的话 证实会罹患血癌 远离电磁波 专家建议改用桌上型电脑 如果非得使用手机收发讯息 使用时间越短越好 使用完后最好再把无线上网关掉 才能避免电磁波对人体的伤害 记得赖威佐王书宏 高雄报道 因此生活上有各种细节要特别注意 才不会伤害健康了 像是低头族要特别小心 电磁波就在你身边 现在其实不管到哪 到处都可以看到 低头族拿着智慧型手机把玩 不过国内电磁辐射公害防治协会 最近以国内多家知名品牌的手机做检测 发现使用手机APP上网 居然会产生比平常多出5到6万倍的电磁波 使用越久恐怕对人体危害越大了 可能会造成使用者疲倦 头晕甚至是失眠 专家建议大家应该要减少接触时间 尤其是小孩和孕妇 你低头他也低头 搭手不踢低头玩手机 等监狱也手痒滑一滑 台湾低头族随处可见 出门没带就没安全感的感觉 民众出门手机不离声 不过大家可得当心手机的电磁波 国内电磁辐射公害防治协会 日协就拿国内数个知名手机品牌做测试 结果发现用手机APP上网 竟然会产生比平常多出5到6万倍的电磁波 使用时间越久 可怕对身体的影响也就越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 曾经暴露在电磁波下 大约会有3%到5%的人造成电磁波敏感症 导致疲劳 头晕 失眠等症状 电磁波是跟塑化剂一样 都是属于2B的可能致癌物 所以我们在使用手机 或者是有电磁波的这些工具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小心 尽量要远离 其实不只APP上网会增强电磁波 在捷律等移动车厢 因为手机不断搜寻距离最近的基地台 造成辐射强度增强 同样的在密闭空间 信号不良的环境里面 辐射自然也会比较高 最高可能会增加5倍 专家就提醒 小孩以及孕妇尽量要远离电磁波 以免对身体造成影响 TPP的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